美國羅德島周首府普羅維登詩士 85歲主審法官卡普利奧 因為溫馨有趣的審訊風格 近年在網上爆紅 被評為最溫暖的審判者 審判工作被拍成節目 除了為生活困頓者註銷罰單 他審訊時 最喜歡請陪父母出庭的小孩走上法官席 協助審理案件 卡普利奧日前審訊一個涉嫌闖紅燈的男司機 想不到男司機的兒子 竟然在法庭上無意間出賣父親 令在場所有人都開懷大笑 引起網友熱議 卡普利奧當日在庭上 問首先播放攝氏男子開車闖紅燈的影片 準備停訊時 發現對方的兒子在一邊笑自己的父親 於是順勢詢問男童 爸爸有沒有闖紅燈呀 誰知男童答 他今天又闖紅燈呀 再問爸爸有沒有超速呀 男童也笑著答 有 同言同語 引來全庭空笑 男童父親見兒子出賣自己 只能無奈閉眼搖頭 和兒子天真浪漫的樣子 形成鮮明對比 男童出賣隊友的行為 哄笑了很多網友 紛紛留言說他誤相有君 回家可能會被爸爸秋後算帳 馬上 伍佛 從來自賊 無奈閉眼 無奈的